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第一件事情 我觉得先跟他介绍到这个仁爱礁的部分 仁爱礁因为这边是菲律宾 菲律宾被挡住 他请菲律宾距离仁爱礁 这是菲律宾的领土 距离仁爱礁非常非常近 几十海里而已 就在菲律宾的外海而已 那这个仁爱礁呢 当然就是菲律宾的 可是问题是 中国因为一直想把整个南海都吃下来 所以仁爱礁也是中国想要吃下一个范围 他每个礁他都要这样子搞 所以说对于菲律宾来说 就非常非常讨厌中国这种行为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 菲律宾一不做二不休很有趣 他开始一艘船到仁爱礁这边 然后把这个船凿沉 然后这个船就搁浅在仁爱礁上面 然后搁浅在仁爱礁上面之后 他们菲律宾就派一大队海军陆战队 驻在这个船上面 那叫马德雷三号 仁爱礁本身就是说 战潮仁爱礁就不见 退潮仁爱礁就浮出来 所以不可能驻人 可是我凿沉一艘船在那边的话 我就可以驻人 那菲律宾为了要确保这艘船 不要被漂流 还在那边焊 焊接 把这船焊在仁爱礁 牢牢钉住 钉在仁爱礁上面 这主权的象征 因为国际法规定 我的船开到哪里 那就是我们的领土 所以它扎在仁爱礁上面 所以仁爱礁至此 就变成菲律宾跟中国 非常大的冲突之地 那过去因为菲律宾的前总统 杜特帝是比较轻松的 所以对于仁爱礁的冲突 我杜特帝都假装没有看到 可是现在菲律宾的 叫小马可 是它现在整个靠向美国这边 所以对仁爱礁的要求 就特别特别严重 最近发生两个大事情 第二大事情是 菲律宾派了六艘海警船 从四边八方又向仁爱礁补给 因为这马德雷沙号 冷要吃东西 要吃要喝要穿 可是中国也派海警船 把这六艘全部都赶走 不准人家补给 怎么这样 对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是菲律宾的司令 就是三军司令 做了一艘木板船 山板船 他为了弃中国 暗夜坐山板船 这样滑滑滑滑滑 然后伪专成渔民 滑到仁爱礁这边 然后爬上马德雷三号 穿上军服 然后跟着这个仁爱礁上陆战队升起 一起升起 就证明说 国家主权的象征 不要以为你这个 我密不透风 我还是上去 可是现在美国就这样 你这样欺负我小老弟 老美要出动 老美出动什么 美国派出雷根号航母 直接往南海这边开 为什么要往雷根号航母这边开呢 因为美国有呛 你如果不让菲律宾去做补给的话 那我美军就还帮菲律宾 来去做补给 看你敢欺负菲律宾 你看你敢敢欺负我美军 大哥有大哥的样子 所以说这个雷根号航母 就直接杀到南海中 杀到南海中 现在目前是有五个解放军 围在旁边 五个解放军围在旁边 那到底最后雷根号 会不会杀到仁爱娇这边 直接进行补给 我们来持续看 就算杀过去 他们也不敢挡 对嘛 我们就来看 因为仁爱娇 他们这个短兵相机 到底比台湾还夸张 他们现在短兵相机 叫他们拿那个雷 中国拿雷射 去射这个补给的眼睛 对 所以其实第一个打仗 可能在仁爱娇 所以我们密切关注 会不会很 就是擦枪走火的危机 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新火药库 中国跟马来西亚 在南海的穹台礁对峙 一样 穹台礁离马来西亚 更近嘛 那马来西亚就觉得 这是我的啊 可是中国又觉得 当然是他们的啊 对啊 马来西亚大概在这块 沙巴嘛 沙巴嘛 这是问来嘛 所以他就在沙巴的外海嘛 对啊 沙巴很好玩的 我可以去沙巴 然后呢 穹台礁呢 一样在那边去做对峙 所以你要搞清楚 你不要因为你中国 因为中国一直坚持 蛇断线就这样的话 整个南海都是中国 都是中国 自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受不了 所以呢 如果在穹台交易 对峙的话 不要逼马来西亚 野往美国倒 如果野往美国倒的话 哇 那整个南海都跳 那中国一对多耶 吓死人了 中国就一对多 最近被拍 这个红色 这是什么 直久的反潜直升机 我一样在跟大家概念 直升机不会从中国本土 飞到这边 直升机一定是从军舰上 去做起飞 那起飞之后 他做反潜 表示中国一定在这一块海域 去做所谓的反潜的演训 所以中国军舰 过去我们都认为 中国军舰在台湾西边 才是我们的战略范围 可是现在你看中国 已经很明显了 不管这边的宫谷 这边巴士 都很容易穿越 穿越对我们台湾的开后门 所以未来打仗 没有什么前线是西台湾 东台湾是后线 没有 我们未来打仗 我们国际的想定就是西台湾 跟东台湾都是前线 湾湾没有一寸土地 会是第二道防线 都是前线 所以这个图题 可能很让我们清楚 那台湾呢 目前呢 其实昨天有个非常大消息 叫玉山舰的成军 被压下来了 他没有公开 他仪式没有公开 对国防部把他压下来 我先跟他讲 玉山舰是干嘛 玉山舰成军后 负载战备任务 在平时执行外离岛的物资运补 跟人员运输 然后天然灾海救援等任务 暂时可以编成两栖特检部队 执行两栖作战任务 什么意思呢 因为玉山舰在后面呢 有那种大型的船物 这大型的船物是可以让 不管是我们的战车 或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地对空或地对地 车载型的雄风飞弹 或车载型的天空天空 可以直接上人爱交 他可以直接开到澎湖 让这些人像 所以它是一个叫做什么 两栖作战艇 它可以载大量的人 也可以载大量军备 而且不小 一万六千吨 一万六千吨其实不小 一般我们五千吨 一万吨算不错的舰 就是我们自己造的舰 对 然后重点是 一万六百吨 不好意思 一万六百吨 那重点呢 这是我们国舰国造的第一艘 那照理来说 过去不管是国籍国造 或国舰国造 任何一个仪式参议院总统 能参加都尽量参加 对 可是这次很特殊 这次呢 第一个 没有邀任何辅方高层 第二个连国防部长都没有去 就有海军司令 直接交硬信给 这个所谓的 玉山舰的舰长 应该是上校区 只这样子 很低调 然后也没有特别开放 原因就是什么 我认为 蔡英文政府的一贯 就是不要去刺激中国 所以不要再讲 算是自我克制 对 不要再讲 民党政府挑衅中国 因为国民党很爱讲说 民党政府挑衅中国 都已经够收敛了 其实我坦白讲 蔡英文政府甚至连 这个也有谣传的 她的第一次上台的那个讲稿 两岸其实都有共同的默契 比方说给中国审稿 都有共同的默契 其实蔡英文政府在处理两岸关系是很稳健的 你几乎挑不到让中国 挑不到任何一个毛病 所以美国才会对台湾这么放弃 因为她不会觉得台湾是troublemaker 所以这件事情 这个玉三件 其实很有趣 她代表台湾的两栖作战 进入到新的纪元 而从她成军的过程中 也可以看到 两岸之间 台湾不是troublemaker 尤其是现在美中正在对谈 我们不要让中国抓到把柄 所以这个东西有非常多的政治考量 的确啦 我觉得其实 在两岸关系这件事情上面 蔡英文处理到 绝对不会让你逮到任何一点点 可以做文章的机会 这样子的态度 而且某种程度 我觉得是蛮收敛的 蛮这个不张扬的 这也是台湾跟美国之间 能够取得互信的基础 好那现在中国啊 仍然持续在那边张扬 舞爪啦 哇不但在这个海峡论坛 说啊这个为统一大业啊 要付出心力啦等等 然后刚刚正好也提到 他在南海整个都包起来了 哇马来西亚 他也想要干嘛干嘛的 菲律宾的岛他也要干嘛干嘛 为了要处理中国这种 不断的想要扩张的这些 动作以及野心 其实美国仍然持续希望说 我要跟你接触 我们还是要来沟通 我们还是要来 好好的谈一谈嘛